我常常告诉我太太 如果我的奖章没有人欣赏 我自己欣赏 这是现实的问题 还有我要感谢 也赞美神的恩典 在这里听我讲到的人 其实需要有很大的爱心 很大的信心 没有问题 这个两个都可以 因为我讲的很多时候都是现实 是不是太大声 有杂音在叫嚣 有很大的杂音不知道为什么 太大声了 不是杂音 OK OK 这个比较好的 OK 就是刹那之间灾难发生就怎么办 OK 我这一辈子发生很多次的灾难 好多次都应该死掉的了 最危险的有好几次 你们常常听见在美国这里开车 转到了在高速公路 转到了这些路 车发生意外 死掉很多人 我也试过一次 差一点我的车到深堪 下面去了 另外有一次就是 遇到在高速公路 遇到突然间有病 所以我的车悬空 转了以后呢 我的后胎已经悬空了 上面恩典 我跟我太太坐在前面 机器在前面 所以还没有滑下去 我赶快开出来 因为前轮拖动 我的车前轮拖动 后轮胎已经悬空了 还有一次 我撞人家的车 撞得好厉害 他前面的轮胎 都给我撞 飞出来了 他整个连铁轮胎 都给我撞出来了 还有我三个小 这是三十几年前 我三个小孩子 都坐在后面 但是我看见的 因为我在高速公路 那个车突然间喘出来 没有办法停车 所以大声喊 要撞车了 他们立刻就 手紧起来 没有人受伤 感谢神恩典 我撞快了一点 如果撞迟一点点 多一次 那个司机就会死掉了 因为我撞到他前面的轮胎 他整个轮胎已经歪了出来了 但是上了恩典 我的车还可以开 那个时候的人非常好 有一个拖车的年轻人经过 我车头已经撞 掰进去 卡到那个轮胎 但是他很好 他给我帮我拉出来 然后车还会开 所以我那个车还会开 总而言之 有很多事 今天这里我有几次告诉你们 那怎么办呢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难 富人先临到 那你怎么办 这是人生在世界上 必定要有的 如同产难临到 怀胎的富人一样 他们绝对 不能逃脱 就没有人能够避美 这是《贴撒罗勒迪迦》 前书第五章第三节 我刚才说 我讲的道理有时候很难听 就是因为是现实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现实是残酷的吗 所以我讲的道 你们愿意听 真是有福气 上帝的恩典 是好像这种事情 如果一个富人还了胎 他没有办法生 他一定要生 如果生不出来 还要死掉 还是要命的 所以这是讲的很现实 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情 人一生必然要遭遇 发生突然间 刹那之间发生的遭遇 问题是 你有没有心理预备 最少要心理预备 心理预备非常重要 能够减低受伤的程度 甚至避免受伤 这是所有心理学家 医师都知道的 因为他的肉体会收紧 避免受伤 是的 上哪间灾难发生 你怎么办呢 学习说你要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就是这样办 所以你要背下来 这是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三十六节 你要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这是我跟我太太 特别是我太太 他比我更殷勤的 常常警醒 常常祈求 我们是天天要祈求神 救我们脱离 休莫失探 如何预备度过 突然间 上哪之间发生的灾难呢 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这是耶稣的安慰 耶稣提出的方法 这些突然间发生的灾难呢 你没有办法被避免 圣经的话非常现实 他举的例子也是非常准确 女人一怀了孕 她就必须要生 她没有办法不生 人生在世界上呢 灾难一定要有的 没有人能够避免 但是耶稣说 你也不要因为这样 天天忧愁 天掉下来怎么办 那你也不要活了 那也很辛苦了 所以在这里情况 耶稣说 你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要信靠神 所以我希望今天 这个讲 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听见 耶稣主在意象中 对保罗说 2000年前 使徒保罗传道 他真的是需要上帝的保守 耶稣主在意象中 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讲道 可见是他害怕 使徒保罗是照我能够知道的 是传世界最勇敢的传道人 但是他还会怕 他怕传错道 在这里讲 这里是怕死 怕人家打到他 死不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 所以我才能感谢神人 没有叫我生在那个时候 长在这个时候 而且在牛肉 耶稣主在意象中 对他说 保罗啊 你不要怕 也不要跑 使管在这里讲道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这是耶稣的保证 我与你同在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也不需要怕 并没有人下手害你 为什么我要你在这里呢 因为这城里 有许多百姓 我这个城里面 有很多人 需要听你讲道 然后可以离开罪落 信靠我 所以你必须留在这里 不要怕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遇到危险 有人不听道的时候 你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OK 你不要在那里受害 受人家逼迫 受不需要的害 保罗就在这里 住了一年六个月 就在那个地方 一年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总言之 要记得 所以你们今天 能够在这里 非常有福气 这是我们一起要学习的 但你们已经 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行 自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阿 以国念 路师的 所遭遇的 逼迫 苦难 我所忍受的 火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里面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非常好 生的恩典 所以我感谢神 我今天能够 七十五过去了 还能够在这里 我前一阵子 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三十五年 旁边那个大厦里面 有个老人家 我还叫他老人家 叫他惯了 后来 杨姐妹也记得 后来我发现 他年轻过五岁 我常常叫他老人家 最近一次 我看见他坐轮椅了 有人推他轮椅 用轮椅推着他 但是最近 现在的我不见 看不见他了 OK 他比我年轻五岁 可能已经不行了 主 使徒保罗说 主 都把我救出来了 一个人的人生里面 必须有 必定会有 很多的灾难 特别是 突然间发生的灾难 撒拿间的 富燃 富六 这是撒拿间的 富六 这是我的必病 我一辈子学不会 撒拿间 一下子不留意 能够成为 致命的灾难 那你要学 黑了要学这个 非同 叫人死 致命 非同 OK 说这个字 非同的 disaster 叫人要死的 灾难 一撒拿间的 不小心 这是我常常犯的 所以我说 如果将来 有一天 神要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会撒拿间就没有了 所以是 我一直都有这个感觉 富六 我一向认为 我一生 一生出来 撒旦就要我死 我一生出来就有灾难 你们知道 75年前的环境 有多次应该死的 或者是残废的 遭遇 我刚才告诉你那些 我曾经跌在山与山之间的坑里面 因为我喜欢爬山 香港到处都是山 我也小孩子到处乱跑 我妈妈没法管我 所以跌在山坑里面 自己爬出来 所以我告诉你 我扭到脚 我勾着那个树枝 向下 后一拉 就回去 又会爬山 这次都是 这些都是 都是我教证的年轻人 他在外面打篮球 扭到脚 我说 坐下来 一拉 回去了就行了 他没有碎骨头 骨头没有碎就行了 我曾经遇到一群野狗 因为我好心 我们一堆人去旅行 有几个人迟到 我说 你们先去 先去那里扎营 我在这里等他们 他们不来 变成我落单 哎呀 麻烦了 在山里面落单 一群狗 找到我了 野狗 但是上边恩怠我 我从小知道 野狗 动物 只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打 壁孔 因为壁孔是软部 你要记得 你碰到 把我记得 你是一个 看见野狗 你不要怕 踢它 甚至用拳头 打它的壁孔 OK 所以我用衣服 用衣服 挡住 然后踢它的壁孔 然后看见哪个地方 有石头捡起来 狗就跑掉了 感谢神恩怠 这些灾难 我都碰见过 这是最近一次 两个星期上 我上个星期 就应该告诉你们 这次也没有死掉 这次真是 火雨 整个瘫痪 最近是两个星期前 早上 三点钟 我到楼上去 你们到我家 是到我 我的住的房间 住的地方 可以说 连下面 上面有两层 下面还有 地下室 那个温度 是在上面 所以我上去 调高一点的温度 我现在 明白 如果你山风 太冷了 不如 付多一点 煤气 所以我调高 下来的时候 一下子不灵意 楼梯整个飞下来 后来我第一次 我在那里住了 三十八年 第一次我数 那个楼梯 十三级 刚刚十三级 我扶手 还没有扶稳 整个就飞下去 原来呢 我一弹 就到中间 第七级 然后这里啊 就在那一级 一弹下去 然后一下子 就到地下 我才能听见这么大的响声 立刻冲出来 他看见我坐在地毯上面 还有我弹到地毯下面 那个腰向后撞到最后那两劲 我以为一时之间 一下子就忽略 所以现在呢 上了恩典 魔鬼要我死 死不了 所以我更加聪明了 所以我更加聪明了 以后啊 我上下楼梯 我向小行不要跌倒 我这里 我这里现在会开始有一个小声音 小行不要跌倒 所以他又撒掉一个机会 要把我杀掉了 一下子 一下子忽略 一上眼间 我以为 这次完蛋了 但是呢 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受伤了 我突然间想 啊 马戏团里面 不可以表演这一招吗 马戏团可以表演这一招 十三斤 一弹 飞到第七斤 再一弹 就到下面去了 上面有恩典 一点都没有受伤 到现在我还 感觉 看看身体里面 有什么地方受伤 只有这里有一点 OK 但是已经消掉了 所以啊 上面有恩典 非常惊奇 我竟然没有 竟然没有受伤 腰也没有受伤 OK 其实我的腰啊 年轻的时候 断归死 我常常记得 我妈妈用黑豆 牛尾巴 煮给我后 然后知道 死到现在都没事情 我太太听见 好大的响声 从房间冲出来 看见我在地毯上 问我 什么事啊 我安定下来 传心感觉一下 传声感觉一下 没有受伤 真是又一次 感谢神人典 真是奇妙 他讲 弟弟兄知道了 昨天我才在这里 搞了好多事情 OK 住了38年 我第一次数过那个楼梯 一共有13级 我相信这里有年轻人 可以从顶级 一个屁股打 弹到地气 然后弹到下面去 没有受伤 年轻的时候 可以这样做 我可能以前做过 我不知道 OK 然后腰呢 向后弹 又撞到 那个最后两级 而不受伤 但是呢 你第一下 在第七级呢 一定要准 如果你要表演的话 你第一下 下去第七级 你必须要准 你不准呢 disaster 灾难淫头 所以如果你过了七五岁 最好不要试 记得啊 你们七十多岁的人 最好不要试 等一下你骨头都散掉了 我是更要实行 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各位记得啊 实时警醒 走楼梯的时候 我不是常常提醒你们吗 小心走路啊 楼梯啊 楼梯啊 我叫人家手 小心自己 一下子不小心 可能早上三点钟 还不清醒 突然不清醒 怎么言之呢 上来恩典 我求神 叫我不要再试一次 这个我不想再试一次 因为第一下 那个第七级 不一定准 运气不一定有那么好 事实都准 很难的 我们怎样能够预备 度过撒尔尖来到的灾难呢 你怎么能够预备呢 主说你们要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就是这个方法 这里有经文出来了 路加福音21章36节 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人生在世 能够要能够做到 没有一刹哪间的护留 那是不可能的 连我都做不到 那是不可能的 不论你怎样小心 还是免不了 那刹哪间的护留 突然间不留意 魔鬼撒尔 很会抓住你 突然间不留意 所以你必须要小心 但是没有办法 绝对准确 所以这就来到 要信靠神 当信耶稣了 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这些突然来到的灾难 是不可避免 但你心里不要忧愁 你要常常警醒 常常祷告 这就来到 为什么要信耶稣 当信靠于主 人只能把这些 没有办法 完全做得到 没有办法 没有不小心的时候 靠神的拯救 当然他们不信耶稣 靠天 靠祖宗的保佑 有些人是这样相信 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 主耶稣教导我们 要靠神的拯救 所以我亲自 我常常说 人几大了 有一个好处 自己有很多故事 可以彼此勉励 我经过这些这么多 死因的忧故 都靠神的拯救 直到今天 你讲到忽略 我是最多的 因为自己以为 不会受伤 自己以为不会跌倒 那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一下子不留心 这些一下子不留心 你没有办法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改 所以只能神啊 请你怜悯 请你保守我 拯救我 好像使用保罗说 我遭遇这么多灾难 神都把我救出来了 主耶稣教我们这样祷告 所以如果你们不会背 要回去背 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 主导文 传世界在中国的人 背得最好 他整个教堂 几千人一起背 背得非常整齐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要记得 要相求神的事 然后才自己的事 愿你的果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为神的果降临 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信耶稣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吃给我们 不要贪心 明天还有明天的功课 圣经的记载是 圣经的教训是 今天功课 今天做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吃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欠债也是 一件 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免人的债 然后神免我们的债 我们要求神免我们的债 特别是我们的罪债 拿这里来 所以我把它下面 不叫我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悟 就是这些灾难 我们要常常警醒 实时警醒 常常祷告 实时警醒 常常祷告 我太太跟我在这里 三十几 在这个地方 搬进来这里三十五年 在纽纽这里 我们四十年前来的时候 环境 这里 好像没有人的地方 这里都是很荒凉 非常危险的地方 我们常常在主面前祷告 求神良免保守 因为我们还有三个小孩子 OK 我常常跟你们彼此的勉励 就是靠神的带领保守 直到今天 现在你们环境好很多了 你们环境好很多 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是因为现在人多了 到处都有人走 所以我常在顾念你们的安全 很可惜 如果我们这里教会有几千人 那必须好很多 什么意思呢 耶稣叫我们不要忧愁 要实时警醒 常常祷告 还有他叫我们要常常祷告什么呢 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突然间的灾难 这些凶恶 因为果度权柄 有人要传世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如果你还没有会祷告 你要回去背 特别是背到这里要大声一点 这是常常警醒 实时警醒 常常祷告 很重要的功课 所以我们要结论 要记得神是信实的 这是神的应许 祂必定做得到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 也不需要害怕 不要听见我今天讲 在这些忽然间临到的灾难 你是不能避免 那你就担心了 不是这样 我们上帝 许可我们遇到的 都是我们能够忍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你们所能受的 这是神的应许 这些灾难 神许可 祂发生在你身上 如果你信神 也当信耶稣的话 你就要相信神的应许 神许可发生的灾难 神许可发生的灾难 是对你一种最好的操练 好像我从小生出来 就很多很多灾难 我操练到小孩子的时候 就知道 如果有动物要伤害我 要打他的闭口 你们都知道吗 如果不知道 现在都知道了 特别是你们女孩子 常常常有狗咬死人 常常有人用那个棒球 用那个棒球的东西 都打他不走 他不知道打什么地方 你打他身体 打他头 他都打他不走 打他的鼻孔 清听一下 他就走了 把他的鼻孔清听一下 就打爆了 瞄准 他鼻孔一下子打下去 软固的地方 打爆他 他不走 你都搞错 给狗咬死 这是我们生存的最好的操练 OK 每一次灾难 你不死 就冲你一点 那是付出来代价的 得到的收获 并不叫你们受事态 归你们所能受的 要记得 我们能够胜过这件事态 因为主应许与我们同在 在受事态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非常清楚 所以也不要怕 但是最要紧是 要信靠神 也信靠耶稣 这是我这一辈子 跟各位一起分享 最主要的一个功课 我们一辈子在世界上 几十年 好像我来说七十多年了 你要没有一次付六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这一种人 一上海间付六了 灾难突然间临到 你怎么办 再一次提醒 Michael听清楚 不要以为你年轻 十三季 一下子就到家里去了 一上海间付六 灾难临到 你怎么办 平安 平安稳妥的时候 要实时警醒 残难倒戈 不是说灵机 抱什么 我不讲那个话了 OK OK 圣经是教导我们 你平安稳妥的时候 就要实时警醒 残难倒戈 操练 好像人买健康保险 我就常常觉得 这些健康保险都是多余的 你把这些保险费交给医院 每一个人都会免费干病 把那些 开保险公司发财的人 任他们去捡垃圾 这里没有人保险的吧 等下我讲这话 他又不喜欢了 OK 健康保险一样 只是一大 你这些年 不需要每个月付款 这是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即时来信耶稣 信靠神 然后你练习 还有倚靠神 这些忽然间忽瘤 周遭周到的伤害 求神拯救我们 心理学家会告诉你 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建立心理稳定 身体在紧静的时候 会自动感应 抽紧起来 避免受伤 明白吗 好像我刚才告诉别人 你在高速公路 突然一颗车喘出来 你没有办法停 我大声喊 要撞车了 我上个小车 没有受伤 如果不然 如果你不留意 一下子 颈向受扭伤了 整个瘫管了 一下子轻轻 不需要撞得这么厉害 这是心理学家里面 研究出来的 非常有用 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操练你的肉体 能够在紧静的时候 灾难突然间临到的时候 自动抽紧 收紧 明白吗 然后呢 你跌倒也好 受打倒也好 什么都好 减低你受伤的程度 或者你 可以花250块钱 叫心理学家跟你谈 他们跟你谈 45分钟 好像最多是45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 250块 但是呢 我担保 他说的东西啊 跟我们信耶稣这些啊 功效没有那么大 这是我的偏见 你可以这样说 我不建议 而且功效一定 没有好过这些 你总要谨请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里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讲的 我们肉体是软弱 意志坚固 所以常常需要操练 怎么操练呢 就实时警醒 他英文就 watch and pray 祷告 祷告 祈求 所以要 最后再提醒一次吧 一上海间 忽略 灾难突然临到 你总办 平安稳妥的时候 要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常常祈祷告 记得 彼此一起学习 实际是平安稳妥的时候 就要做 我们的麻烦是平安稳妥的时候 什么都不做 到处去玩就算了 平安稳妥的时候 就要操练 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愿主赐福各位 求神恩待各位 我们彼此常常祈求 常常祈求 今天下午我们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